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真的打起来了 那狗不多劝劝吗 妹子 我真为你布置啊 若我是你 今日要将它的尸都打出来 剑猫 我杀了你 你还是不是狗了 你怎么这么能挑拨呢 你不去当挑拨师父 真是委屈你了 你说的还真不错 我还真不能湮灭了我的才能了 主人 你帮我找个挑拨师父的差事吧 我去做 他在讽刺你呢 他说 你这个贱猫 你若是再敢害我的恩人 想害我和我的孩子 看我不杀了你 滚 媳妇 你是我的媳妇啊 你怎么能跟个人类跑了呢 她不就是救了你的命吗 合着我有九条命是吧 一条命不值钱是吧 她是人类不错 但是她对我 你对我要好太多了 你这个废物东西 滚 别逼老娘删你 妹子 删她 她就不是个东西 你若是体弱 不好删 我来帮你 你是真的狗 你不是说要来帮我的吗 你看看你现在做的事情 有那么一件事帮我的吗 女猫心情好了许多 她冲狗崽子喵喵叫着 嗯 好 我知道了 我会给我主人说的 让我主人告诉你主人 主人 她说 她要你给她的主人说 这个男猫不会再来了 她会守护她的 让她放心 不用担心 以后有她在 没人能欺负她 这女猫还挺义气的 要救付我 你救助的这只猫咪 让我告诉你不用担心 然后那只猫都不会再来烦你 她会帮你的 她会保护你的 她说的 不对 小公主你可以听懂她说话 是我家狗崽子告诉我的 她能听懂 所以 小公主能听懂 动物说的话 好厉害 那感情好啊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 娶不到夫人了 这口谣言娘亲说了 会帮你解决 是 多谢小公主殿下 多谢前妃娘娘 好呀 表江湖不必这般客气 玉池西带着狗崽子 和男猫离开了 为什么我媳妇 不愿意跟我回去 我都知道错了 呸 她生产的时候你都不在 那还要你有什么用 她生产的时候 你竟然去泡猫 你简直不是个东西 你还说那个人类不好呢 结果真正不好的人是你 你这个阴险猫 竟然还想拿我去当杀人 呸 这简直就是喵喵界的奇葩呀 这猫就交给你主持咯 别让她再回去 庞然屋顶上叫啦 主人 她 你交给我就放心吧 玉池西也去将这件事 写到了原国野史这本书上 玉池西正坐在 燕民府上的屋顶上 哇 没想到我们原国金城 有这么多媒婆呢 也不知道表舅父 到底会娶谁 不过这些 足够我写个后续啦 在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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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